这个题目在这边,那我把它下载下来,基本上就两个栏位了,我把其他不相干的资料把它拿掉,剩下A栏跟B栏,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像这个里面如果没有顿号,那就是一笔资料,如果有一个顿号,那就两笔,三个,一个就两笔,那两个就三笔,一之类推,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快速的把这个功能,比如说里面内建当然没有这个功能,那我怎么样 可以在核气的地方插入函数,那我假设我已经写了一个使用者定义,这个函数呢,也许名称,我就是按照这上面叫做商品的比数打错了,这个名称叫商品的比数函数好了,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取了一个名称叫商品的比数,它有几笔的一个那个函数,制定函数,那当然内建函数没有了,所以按确定之后,当我就给他一个 他这个名称,他会跟我要一个商品名称,所以我给他一个名称,那最后的话,当然他会怎么样,他会返还给我最后的结果是几笔 不过我刚好改了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的话上面改了,下面这个也要改,否则他旅程回来,他会 会变成没有资料,OK,好,那如果我希望我返还的时候呢,可以得到最后的比数的话,那以往如果你不会这个功能,你可能要慢慢自己算,可是如果你把它做完之后的话,那 那这样子按确定之后的话,向下填满,他就自动全部帮你算完了,这个是一笔,这个是十笔,那理论上我是算他中间有几个 顿号,那因为中间刚好有九个,所以回来的话,就会是十笔,依此类推,那这个是五笔,中间刚好四个,依此类推 所以,那这个地方应该逻辑还蛮简单的,那可是程式要如何撰写,其实前面我没有写过类似的东西啦,只是说呢,可以把前面所讲过的东西,再拿来稍微做一个修改,这个有点像之前好像那个,不是同一,不是同一栏,是很多栏,里面的话有资料的有几个,最后把它加起来,那 那其实,这一题反而比上一次那一题还更简单,那做法上面,我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我写的方法,首先一样,在那个我们VBA里面,插入一个模组,模组里面的话,插入一个方权,一个制定函数啦,当然你要写成Sup也可以啦,其实写法稍微改一下而已,那这个方权里面的话,大概第一个啦,我就插入一个制定函数,叫方权,方权名称的话,我就制定一个叫 商品的比数函数,OK,类似像这样的名称,按个确定,后面再加上商品名称,跟使用者要商品名称 那这个时候的话,中间比较重要是中间这一段,理论上本来是没有,那怎么去思考,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各位需要学会的啦,以后如果说有一些函数没有,那你就当然可以制定出来 如果你制定完,以后你要处理类似的工作,其实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因为内建还是没有 你要变慢慢,如果用自己慢慢算,其实真的很浪费时间啦,但是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那还是只能自己慢慢算 所以呢,如果,那写法怎么写,我的思考模式,思考的方向,第一个,我可能需要有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做什么的,先帮我记录到底有几个顿号,OK 那跟着一下,应该是有几笔啦,几个,就是总共里面有这个几笔资料 那中间会用那个顿号去做分割 所以呢,第一个,我把我写完了给各位看一下,因为我其实稍微是把那个前面的东西拿来改一下 那第一个,我先宣告,其实这个VBA不用宣告了,直接就产生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叫icount,它的预设值等于1啊 那为什么等于1啊,因为我想说里面啊,反正如果没有顿号,它一定就是1了 那如果我找到,找到一个顿号呢,那怎么样,我就把这个icount怎么样 再加1比较好了,找到一个顿号,就再加1,OK 那直到找不到顿号为止,那我就知道总共比数了 所以有的时候,思考逻辑尽量简单一些些啦 我的尽量程式能够越精简越好 如果程式要写精简,就是你的逻辑越精简越好 不相干的,不要一直在钻牛角尖啦 所以有的人写程式,写到最后的话,真的写得太复杂了 没有必要,越简单越好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程式,第一个,我先产生一个icon,预设值等于1 表示说呢,反正我不管 反正里面就是,如果没有顿号 它至少就是一个资料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之前写过的 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我用那个INSTR去搜寻什么 在那个商品名称里面 帮我搜寻什么,有没有顿号 如果有顿号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顿号的位置 它会用INSTR去找到 到底那个顿号在哪里 那会告诉F OK,那F就把它记起来 当然如果说呢,里面找不到顿号的话 那F呢,就会是0 找到的话呢,那就是它的位置 一定是一个整数 而且是正数 那接下来当然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呢 诶,do,继续再找 继续再,那继续找 都话前面有讲过 找到没有为止就对了 如果呢,F 这个F值的就是我刚刚找 不等于0 那不等于0意思就是什么 找到了,找到顿号了 OK,找到一个顿号了 那找到一个顿号之后的话 我就把那个icon子怎么样 这个icon子把它加了1 诶,本来1对不对 因为找到一个顿号 我刚刚讲过 一个顿号就变两笔了 那就把它怎么样 丢还给icon子 那再来呢 当然需要怎么样 继续找 所以继续找的方法 特别注意哦 诶,已经找到那个 这个顿号找到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继续找 记得哦 instr呢就要在 它原来找到的位置 再让它怎么样 加1 也是往后面继续找 不然如果你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参数没有的话 它又会从头开始找 那从头开始找 又找到那个位置 那就当然不对 所以呢 找到的位置 再把它加1 继续给它商品名称 继续往下找 找什么呢 找有没有这个顿号 诶,如果有 那就再怎么样呢 再加1 再加1 直到什么呢 直到没有位置 那什么时候没有呢 就是当F等于0 F等于0 那表示怎么样 找不到了 OK,特别注意哦 instr如果找不到 回来的就是0哦 OK 那最后呢 当然找完之后呢 你就把icons的结果 丢回来给这个函数 那函数就会把结果呢 有没有 把那个到底有几笔 丢回去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就完成了 我们这流程哦 OK那 嗯 我这边设个中段点好了 假设我demo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执行 假设第三列的这一笔好了 比如说这边有好几个 有十好像有有十笔吧 那我就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了 基本上哦 他会先怎么样呢 哎 我这边设中段点 然后按F8往下 你会发现呢 这个商品名称就是这一串 那这一串里面呢 他一定会先找到第一个 第一个位置在3 123 有没有 那当然呢 因为F不等于0 所以他会进到里面 怎么样呢 把原来icount本来是1 再把它加1 哎这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有个顿号 就两笔了 OK 他把它丢到前面 那再来呢 继续往下找 哎继续往下找是什么的 从第三个 特别是这个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哦 比较容易有问题的 就是说 回圈 一看到回圈哦 就开始 怎么讲 没办法 就有点卡住了 因为回圈对同学来说 其实是真的是比较困难 因为毕竟哦 人脑 跟电脑不一样 电脑跑 这1000万次回圈 他都觉得其中平常 可是人脑不一样哦 人脑要一下回圈的话 脑袋可能慢慢就会 很容易卡住哦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如果说哦 有些程式 比较不容易理解的话 我是建议啦 类似像这边 可以设中断点 再配有一个F8 F8就组好 慢慢跑 那我们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指 多一个 从哪个字开始 所以我们刚开始 是从第一个字往后找 找到第三个 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要往后找的话 就把它加一 从金这个字开始找 往后找 又找到了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地方又找到的话呢 他就会又告诉我说 这个F的位置 那原来的3 就会被7给盖掉了 这个有点像剪贴不一样 反正一直盖过去就对了 那它只是这个F它的作用 只是要知道说位置在哪里 然后其实没有太大作用 它要不就是有资料 要不就是0 0的话就表示找不到的 loop的话就又回头 回头怎么样呢 因为F呢 又不等于0 所以怎么样 它就把它 Icon又再加1 因为又找到了 那7 找到了这个7的位置 当然就把它再往后 至尊 再往后找 所以加1 加1之后的话 再找到的话呢 就变10了 所以再来就是找这个盾号 那依次类推 反正一直找一直找 找到没有为止 所以你会发现 它会一直找 那直到呢 找到完全没有的时候呢 如果F找不到的话呢 那F这个时候就会等于0 33 这个时候F找不到 没有了 没有之后的会发现 因为找不到 所以回来的这个值 INSTR会给一个0 那如果是0的话 表示它不是 这个条件呢 就false了 false的话会怎么样呢 跳离回圈了 跳出去了 OK 跳离loop了 有没有 最后就把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返还给这个函数本身 那这个是10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会把这个 这个10的结果 丢回去给商品比数函数 那商品比数函数呢 它的位置刚好就是在什么 在这个储存格 我把这个中段拿掉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会把这个10的结果 给传回来 OK 把结果给传回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10 不过后来我发现 做完这个之后呢 好像又有一个衍生的问题 哪个问题 就我刚刚提过 前面好像都没什么问题 后来我就往下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资料里面呢 多了一个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福差双享 然后新台币 美元 澳元 澳币 那中间呢 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指的是一笔资料 可是因为 刮壶里面又有盾号 所以它后面又判断什么 它是三个资料 因为它看有盾号 这个当然可能又要延伸性的 假如说 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能延伸性 各位可以再想想看了 这个部分 如果里面有刮壶 但是它又不能算在 那个盾号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这也许你可能要 需要多一个逻辑判断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我有把那个 这个题目档 跟最后的程式码 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 我刚刚写的这个程式码 我刚刚好像插一个字 这个笔数的笔 所以我把这个笔改一下 这个打错了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其实工作里面 这还蛮多 其实就是当然 如果有内建函数可以完成 你就用内建函数吧 如果实在没有 或者用内建函数呢 效率不脏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说 用那个 制定函数的方法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这一期上课的重点 好